主料,小羊排500克,白萝卜100克,皮线豆瓣酱一勺,辅料,花椒5克,八角5克,葱姜蒜,料酒一勺,泡椒一勺,糖10克,盐3克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先小羊排洗净用清水泡一小时,泡出蓄水,把洗净的小羊排斩成小块,白萝卜切成滚刀块备用, 把皮线辣酱和泡椒混合剁碎,锅中放水,加入葱姜,大料花椒料酒烧开,烧开后加入羊排,烧开后关小火,用勺皮除炫末,煮至15分钟,炒锅放入少量的油,加入白糖,炒至糖色,糖色炒至成松红色,起大泡,倒入一大烧料酒和煮羊排的汤,烧至糖色粘稠,盛出备用,另一锅放入油, 加入辣酱炒出红油,炒出红油后,加入大料花椒继续煸炒,加入中酱蒜煸炒,倒入住羊排的汤,加入了料酒酱油盐和糖色,大火烧开放入煮好的羊排和白萝卜,煮至白萝卜软烂,烹饪技巧,炒糖色时,一定先加料酒这样不会外溅,不要加凉水以免烫伤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